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覺得這次的修復 本質並不是修復一棟棟的老房子 它不是一個修復工程而已 我是想應該是文化記憶的工程 能夠修復回來 所以我就說不同的修復手法發覺魅力 然後同時跟過去在發生抗日的一些文人志士 它的事蹟 從這個裡面我發現它的價值存在 所以我常講修復劇是有創意的 讓人家感受到我所傳達的歷史訊號 然後傳達人文的深度 他們自然就會有認同感 在這裏面上的新年 發生抗日的寶寶 很想再放在這裏面上 感谢观看